主料,白萝卜200克,紫甘蓝100克,辅量,柠檬一个,糖2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紫甘蓝洗净切成块,柠檬取半个结成片,紫甘蓝快放入搅拌机内,加入适量的凉开水,搅打10秒钟后过滤出汁,把柠檬片放入紫甘蓝汁中,再挤上剩下半个的柠檬汁, 加入白糖搅拌均匀至糖融化,萝卜洗进去皮,切成薄片,锅中加入水,烧开,下入萝卜片桌水至萝卜片变透明,把焯好水的萝卜片,捞入调好的甘蓝汁中腌制两小时,上海的萝卜片,重叠码放,从上往下卷起,在萝卜卷中间切开,码放在盘中,整成花形即可,烹饪技巧, 柠檬可以用白醋代替,乳香颜色更加艳丽,可以腌制时间少长些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欢迎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